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念 性別助濟好困難 跨性別者難出關 我去辦理自動通關 然後就在辦的時候 你要交證件 照護照還有身份證 把證件交出來以後 海關可以說是灑在那邊 他愣了一下 他就問說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其實問到這種問題 我就知道一次 我就跟他講說我偏跟過性別 他就去認證在那邊 接著他就找了他的主管來 他們討論以後 又把我 有點類似丟在櫃檯這樣子 然後再過了幾分鐘 他的主管才叫我到另外一個櫃檯去 那其實他們說明的時候 他們口頭上有說 要掉用戶籍成本 我也有做口頭同意 可是其實他掉用戶籍成本 他問的東西是 我們戶籍成本後面記事欄裡面的東西 就是說 你改過幾次名字 你兄弟姐妹有幾個 這種問題 其實對於我來講 那個戶籍成本後面 有一些其實我覺得不適合 就是隨隨便便給別人看的東西 而且其實我覺得我們的海關 其實一直很沒有性別意識 因為我已經跟他講 我變更過性別 照片就已經是這樣子 跟我本人就已經很 就應該已經很接近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還是以無法辨識為由 去掉躍我的戶籍成本 照片是我在出國前一個禮拜拍的 所以這個應該不構成說無法辨識為理由 那其實到最後正結點就只是卡在這個性別欄 就只是因為 就只是因為性別的問題 然後就還要讓大家去 讓海關去掉躍我的戶籍成本 我覺得這樣是有點太 某方面來講 我覺得是不尊重我的隱私 在舊金山的時候 因為我的書包上那時候有貼一個貼紙 那貼紙上面是寫全職捐得 安全檢查的時候 海關有看到那個全職捐得的貼紙 他們就很主動的問 說 因為我有看到你這個書包上的貼紙 所以等一下幫你進行檢查的官員 還有案件掃描機器 請問你是要男性還是女性這樣子 就他是主動問 相較之下反而我們的海關是 我跟他講說我變更過性別 然後他就灑在那邊 然後又交給他上面的人處理 這些問題是我們行政系統的問題 而且是內政部自己本身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而且是既然他們沒有把性別意識這種東西 還有看見跨性別這個事情 讓所有的海關人員知道 所以才會造成我們說卡在這邊這樣子 海關人員詢問當事人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那這個問題在跨性別族群是非常經典的問題 那請問 你問我們你是男生女生 你是希望我們回答男生還是女生 不管我們怎麼回答 你都不能接受 也不要回答到你想要的答案 如果是因為性別男 那請問海關你們覺得 當事人的性別男應該是什麼 才能確定是本人 如果他是男 你們就確定是本人嗎 也不是嘛 所以問題其實根本就不是因為性別男 那如果當事人性別男沒有住進男或女 那是不是就不會發生的問題了 如果我們護照上其實根本就沒有性別男 那你今天還會發生這個問題嗎 怎麼情況才需要調護旗群本 因為當事人的護旗群本 有非常敏感的隱私 我們覺得男下來才問 不一定要調護旗群本 調護旗群本 侵害當事人隱私 尤其是對跨性別者的護旗群本 我們既然裡面是有非常敏感的隱私的 所以就是 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就是 馬上第一個想到就是要調護旗群本 因為我覺得是直接侵害隱私 要確定是本人是有很多方法的 不一定要到直接就是一定要調護旗群本 我們有位澳洲籍的朋友 叫小強 他於去年的時候 他持A性別護照入境台灣 去年其實政府也開了很多兩公月的會議 那有一個跟跨性別相關的 那時候陸出國及移民署代表回答 我們詢問這個問題 他因為已經進行台灣了 陸出國及移民署官員回答是說 因為當事人護照一切合法 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並未染下多加詢問 那我當時聽到以為我們海關性別一直很進步 知道其實護照性別欄 對於確定一個人是否為本人 並不是絕對的識別條件 如果護照上是A性別 那就沒有性別刻板印象可以想像了 所以剛剛講到澳洲的A性別入境台灣 因為他的護照在上面是A性別 所以根本就沒有性別刻板印象可以想像 所以就官員完全不知道怎麼問 所以就沒有問了 就是之前也是曝光過的一位靈跨欄的朋友 他在英國的護照 大家看一下 他英國的護照是男性 台灣的護照的話 他性別的租金是為女性 那其實不管租金為女性 或者是男性的話 都是本人 而且照片其實是同一張 只是不在不同國家性別租金 因為法律的規定造成的性別租金不一樣 因為今天如果是我們十幾個跨性別朋友出國玩 那是每個都要南西亞 每個都要調戶籍等本做身家調查 因為目前我們政府對於變更性別的規定的關係 他必須強制動手術 所以我還沒有去變更我的法定性別 這是我的身份證 那可以看到我已經有一個女性化的名字 女性化的照片 可是性別男還是男生 身份證字號還是一開頭 因為由於政府官員對於性別敏感度不足 特別是對於跨性別族群的不了解 再加上護政機關 對於放寬跨性別者變更性別 根據政策的不積極作為 因此跨性別者在日常生活中 經常遭到大大小小的各種困擾 那我們現在先離開機場 回到更日常的生活會碰到的事情 今年年底又要選舉了 去驗靈真身 就是脫褲子 看看臉下面長什麼樣子 那其實現在早就已經是多人性別的社會 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 女生要有女生的樣子 的年代是早就過去了 不管是性別的任何人 都有權利依照他喜歡的樣子 打扮自己 但是由於選物人員對於性別的不夠了解 然後因而質疑當事人的性別 這是非常不尊重 非常不禮貌的事情 出現的問題是個海關 我們之前也看到警察 在面對這個 他沒有辦法辨識說你是男是女的時候 那我就呼籲了 你回到你的專業就好了 如果你要做你的事人別辨識 你就去做你那個人別辨識 專業辨識 不要去想什麼男女啊 等等這些 這些與專業無關的資訊 不應該 在一個不必要的時候去 變成是擾民了 我們協會覺得 最根本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性別意識 性別主流化的六大工具之一 性別意識賠率 海關或公務員的 性別意識賠率要落實 要知道這世界上 有跨性別族群的存在 不要倫於性別刻板印象 另外一個問題是性別足跡 今天如果性別足跡是友善的 就不會發生這個事件了 如果今天護照上 根本就沒有性別足跡 那你還會對護照上的性別 來產生性別刻板印象嗎 性別變更登記 衛福部已經表態 變更法定性別已經要與醫療脫鉤 讓內政部過年前開過一次會 可是沒有結果 現在要等內政部開下一次會議 內政部新的護政司長 希望你能看見跨性別族群 正在受苦受難 因此人權迫害 若實兩公約 性別是自由選擇 不是強迫分類 我們希望能夠有男女 不助記 三種性別自由選擇 第三種性別為不助記的選項 採不助記不指令不強制 當事人能選一個 對自己最友善的性別 減少對跨性別者 與執法人員的困擾 穿到雙贏的局面 免說已經有56種性別 我們其實不需要這麼多種 只要有第三種 輔助記的選項就可以 整個性別不友善的政府官員 必須要從內政部開始著手 所以我們親愛的 我們新上任的司長 你是否聽到我的需求呢 是否聽到我的意見呢 能不能真正的落實 對跨性別者的友善政策 性別變更登記 以及第三種性別選項 因為這些是很多人都需要的 而且這些都是 內政部就可以做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內政不能夠 聽到人民的聲音 聽到跨性別的需求